好,接著到下一套,這一套作品,因為本來本來今季有一套叫做監獄學員 接著我看到這套名叫學員孤島的時候,我問,咦,又是一些求生生存的東西呢? 然後我一開始就說,咦,Formans的四格漫畫? 接著再說,咦,好像又有些不妥喔,我是第一集,其實我是看到尾那一刻,之前我是看不到這套作品其實是說些什麼的 上個星期鏡花就抽好你水 如果你說單講第一集,第一集其實有些分鏡,用鏡是有點奇怪的,好像看進課室那些畫面 有些是故意不看進課室的,看著女主角在說話,但不看進課室那些場景,其實是有點怪怪的 當然明眼人都很清楚,第一集到最後大家就看得很清楚 即是說真正的世界就是已經是學員被喪屍去佔領了,那兩集 表面上你說第一集看來就是好像那些,我情很得罪講到是很無聊的一些小品牌 好像幾個女學生在做什麼 又有一個神秘學部 是的,過生活這樣,當然你也會看到有很多暗湧不知道為什麼是怎麼解釋的 也不知道哪間房間貼張紙寫寢室那些 這些東西明顯看到是有端泥的 因為第一集其實呢,我可能第一集那個位置都勉強繼續看下去 其實去中段那裡他們說,這個學員心目部是要在學校住的 我第一個問題說,蛤?學校住?為什麼呢? 即是說,這間又不是住宿小的學校,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呢? 然後去到最後,因為其實這個學部都只不過是叫做 純粹是因為女主角尤己,她經歷了這個喪屍事件之後 她那個人就已經是有精神病了 她就幻想起現在這個世界還是很和平 她的同學全部都還在 她這些是典型的... 創傷學為證那些 自我保護機制 是的,這是一個自我保護機制 她退化到什麼呢? 嘩,我什麼都看不到啊 總之這個死得比李論勢更快 這不是回魂爺嗎? 你看不到嗎? 其實這套有看漫畫的,我沒有看動畫 其實漫畫其實第一集都是這樣的 好像一個很正常的 很和平的 幾位女生的日常生活 不過你看看鏡頭的分鏡 那些人的對白發覺有些怪 有些問題 你會發現原來這就是喪屍的世界 不好意思 其實因為你做了動畫版 其實我不會做人做的 當然你說這套作品 第二、第三集 她說到 她報了一點點 為何這幾個角色 在這個時候他們會生存到呢? 她們有解釋過 因為她們同時上了天台 然後因為天台那時候 只有一個學員密事佬 近次的 我要說清楚 那個叫井豪詠 井豪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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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套東西我看下去之後 其實這套東西應該是會黑的 我感覺是會黑的 作為一個看漫畫 看到最新年之後告訴你 這套東西很堅持一個和平 冷散 正常的生活 那如果是這樣很悶的那套東西 雖然我也認同一件事 我也不太相信會黑的 因為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這裡只有四個角色 你黑完之後 可以加入新角色的 那整個校有多少個位置可以讓你按到新角色 學完蜜視都要逃出去才有 你逃出了就不叫孤島就不叫學員 那你連標題都破壞了 沒理由的 那可能是有A學校然後去超級市場 然後超級市場裏面又有幾個新角色 Walking Dance 這些不是艱染嗎 你明白嗎 劇場偷一點不說 不過我看漫畫這麼久 他又好像報了一些可以關乎主線的牽絲 但是作者不知他不刻意去跑主線的情 老老實說 尤其是你見到現在游基的角色 他是一個精神有問題的人 我不敢叫他做精神病患者 即是這傢伙你也可以放過他周圍 亂走的話 你也是想他死的 知道嗎 即是被人很煩的 現在我們糧食資源短月 我那個死無所謂的都是 你明白嗎 我看第三集那時候 玩一個試膽遊戲 然後他也說明 喪屍是對聲音很敏感的 這傢伙還要大叫大弱 對我來說 如果這集劇情 我開始想的時候 如果要黑的話 我會怎樣想 這個精神病人都沒得救了 所以我們食物又不夠 沒理由養個精神病人 我們又要去找食物 那應該怎樣 將他放出去 然後說試膽大會 然後讓他引起所有喪屍 然後他們去拿食物 不是這樣的嗎 慢慢沒有這樣說過 所以你老婆之後是你的事 不是我老婆 我覺得 如果你說是學如蜜視綠色的橋段 這個角色就是這樣用的 這個是科文社式的喪屍故事 不好意思 不會發生的 不會有 你說我有個問題 你經常說科文社 其實這個不是四格 不是 不是 我說這個好像科文社式 這麼輕輕鬆鬆的 很多女生一起的故事 出版的確是科文社 不好意思 不是 就是科文社有很多四格 我不知道是不是四格 但是老實說 如果這樣做下去 其實我覺得 沒什麼看的 對 很矛盾的 你都說過科文社式 當然是輕輕鬆鬆四格 問題你這個背景 是說喪屍世界 我要的就是 打你打爆頭 要緊張要刺激 然後你跟我說輕鬆四格 兩樣東西是很矛盾的 不是 你看我說 你的畫面應該就是 你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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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少女很開心 說 你追我 然後一個人拿著 你 然後一下子 幫下去 幫了一件 在一個 要用回遊記的角度 可能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 木桶 其實是一個 喪屍的頭 不是一個紙箱嗎 可能說 輕輕鬆鬆 看到好像四個少女很開心 我 Jess aggressive 每個心步都在 tub e donne 到底在主角 可以讓我衝殺喪屍 我不能幫你 不是 我有一個問題 什麽叫 女生乌人 像令我 你跟我說 銀行版本的都 Jed рав你 ро 一樣的 就是 plot ры puerta sy 你根本擺到明亮的風格是怎樣大眼都扯不住,是兩個極端來的 對我來說,這套東西,我只是說一句 我們內心深處想看什麼,我未看過漫畫的 我內心深處我們兩個想看什麼,我們想看他黑 你想看突然間說這些方文社式的角色突然之間 他的樣子崩潰了,變成壞掉的角色 然後可能拿著一把鐵鏟不斷殺自己的同伴,最後死剩一個 如果你想看這個劇情,我覺得大家放棄吧,應該不會有的 老實說,很難說動畫那些 你說動畫見慶祭 對我來說,這個現在是我唯一的稀奇 老實說,我看著那個,上學的故事 現在像是游幾精神有問題還是你精神有問題 那你看動畫當然要講娛樂性 所有喪屍片,我們看喪屍片的人都是想看這些東西 生存,打喪屍,被喪屍咬 老實說,這裡的角色一定會有人死 如果沒有人死,哪有意思啊? 你會不會有意思了? 即是喪屍片,然後告訴你其實 其實不會死人的 即是告訴你什麼呢? 戰爭片其實是沒有爆炸場面 Dock Day 它有爆炸場面,不過是不死人的意思 片名1944,全部文藝氣,全部文藝氣死了 Dock Day好像不是戰爭片,好像是運動會片 它前期是戰爭片 它是自稱的戰爭 那... 那... 我覺得... 你有個主題,你沒有那樣東西 其實...除非你找到一個很爆炸的主題 我們完全想像不到的 那我OK,我唯有說,你贏 你很厲害,你找了一個就是 新的喪屍片的演繹方法 我可以忍心打喪屍,沒問題 像樹齡所說的,如果你說動畫版 其實有時候動畫可以跟漫畫不一樣 動畫版你要最可以...最爆得到的東西 很簡單的,就是第二集立刻弄到 跟你五座行包散死了 然後跟他說,平衡世界 第五集重新來過 即是你好像... 汗漬漢道法 那你就有東西看 我覺得這樣好看很多 甚至乎第二集,所有主角都死了 就是告訴你喪屍的常生活動 我一向這樣說,我是很擅長看別人的黑暗面 這裏的角色裏面,個個都有黑的潛質 胡頭本身就是一個什麼呢? 他殺過人,根本上是一個心理不平衡的少女 然後你看到的尤里 尤里本身是一個神經質的人 即這傢伙其實叫做什麼呢? 如果突然出現危機的話 這傢伙一定會瘋的 跟著,所謂的學員生活部的會長 看來他好像是很冷靜 其實這傢伙的潛藏裏面 其實他的精神面都不是很穩定 人格分裂,24的給你 沒什麼的 甚至乎看到喪屍殺人的時候 他會很高興 有心臟 跟著你再看那個女主角 你以為他看不到所有東西 錯了,他看到所有東西 其實喪屍的潛藏裏面是他搞出來的 喂,你是不是覺得作品好大很多? 這樣才是動畫?大哥 然後最後老師 阿慈 你叫做什麼? 這個可能才是真正在這套劇裡唯一的正常人 你知道這個正常人的悲劇做什麼? 就是因為他太正常了 他正常得就是 對著四個心理變系的人 他怎樣自處 你看看這套劇 是不是精彩很多? 你這麼像是我的為止 我們是教導大家 不是,教導這個正常群 如何將這套劇 豐富出來 令它有更加好的可觀性 我看到兩個手沒有觸毒 在廢話說 看到兩個笑到傻了 然後我想到這幫人做什麼 你明白嗎? 對於我們這套劇派來說 我不是喪屍 我不能看得到未來這套劇 你明白嗎? 即是真的 我不可以說完全不好看 不可以這麼說 但是真的會很平淡 如果你這麼說 你有什麼好看 這套劇是真的很兩極的 你沒有什麼可以做出來 是的 你唯獨的就是 剛才我也是說 最後我也是說的 開套劇派的期待就是 他什麼時候黑 他不黑的話 其實我們真的不知道他想做什麼 不是 動畫原創會比較好 你不要跟漫畫那條路走 是的 如果最後 死的 你死一件的時候 真的跟我說聲 我立即補回了 等等 如果他原創的話 我不介意補回動畫版 他不是原創我 我看漫畫算 我真的不知道 老實說 對我來說就是這套劇 這套劇真的 看到我有一點 叫做什麼 我是有招急症 你究竟 什麼時候會壞掉 不招急 他這麼慢 這時候有什麼好招急 就是慢你才會招急 沒有什麼好招急 快死人 死人 第三集 還沒死人 豈有此理 是否這樣 對 大家給這個 第三集 一定要死人 還有我們留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還沒說 還有隻狗 那隻狗 那隻狗才是主角 那隻狗 老實說 如果那隻狗喪屍化的話 我覺得肯定探為觀止 他的樣子可以做到 你看看他拍了巴哈Sir 不是的嗎 是的 那 即期待 看看我們 看看他是原創派還是還是 還是最終會走向我們所期待的動畫的黑暗呢 可以有 看看科文社 不過我也知道 科文社是不造邪惡的事 我知道我這個希望是很渺茫的 其實你從一開始看到科文社 就應該不是想的 所以你明明為何我很失望 就是這樣解 不會有希望的 這套東西你算了 大家可以希華的 隻狗是家庭英美利的 環境一片QB 叫波髮少女 是不是 好 那我們這套去到這套 我們去下一套